2018年2月11日,李小璐和妈妈先行北京机场。 李小璐身穿天蓝色羽绒服,偷戴白色棒球帽和口罩,包裹严实一路紧碗妈妈低调前行。 演员李小璐名誉维权系列案件近日再次立案。 自2018年2月1日,本律师事务所受托将三名涉嫌严重侮辱诽谤李小璐女士的网络用户诉至人民法院以来, 仍有部分网络用户待遇删册已发布的相关侮辱诽谤言论。 2018年2月8日,本律师事务所受托再将两名涉嫌侵犯李小璐女士名誉权的网络用户, 分别起诉至北京市海定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丰坛区人民法院, 请求法院分别依法判令上述网络用户停止侵权, 赔礼盗窃并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未经等合计人民币55万元及35万元。 本律师事务所受托李小璐女士再次证告相关网络用户, 即刻删册并停止发布针对李小璐女士的侮辱诽谤言论。 针对待遇停止侵权者, 本律师事务所将继续带领李小璐女士依法取证备诉, 最大程度维护李小璐女士作为一位公民的合计者。